太阳谈点良心推荐 今天我们来到了杨桥 带您探一下老李杨坑烤羊排 走 带您 现在是晚上 然后本来其实没想来这家店 但是刷抖音的时候刷到了 发现这家店还是 有一样特别吸引我的东西 但是现在还没上 然后我们就 在等这个东西之前 我们先点了点别的 然后先给您说说这些东西 这一看就是东北大哥开的烤车店 但是目前还没有求证 但是我个人感觉是 因为有一些东西确实 是只有东北才有的 锡质烤酸菜 就蔬菜豆腐卷 羊腰子 牛腥馆 烤食蛋 这烤食蛋就肯定是东北特色了 包括这烤蛋在高压锅生蚝 一锅还不少 先尝尝这个高压锅炖生蚝 这生蚝高压锅一顿 基本上也都干绷了 这里还带两个小螃蟹 尝尝这螃蟹吧 吃螃蟹味还比较嫩 它这个生蚝还真的不错 很鲜 就是但是个儿都不大 这个就算是生蚝里头比较大的 然后我刚才看 所有开口的都已经干了 但是所有闭口的其实里头都很饱满 然后汁水也很多 这个确实好吃 而且点的人特别多 它这个门口有一排锅 然后这一排锅基本上都是满的 它一直在高压锅闷 大部分都会点这个 这个值得推荐 烤羊腰 这应该是拼的 这个烤羊腰虽然是拼的 但是烤的火候很刀燉 就是羊油也很酥 然后腰子也很有嚼劲 这个烤的也不错 而且它是烤腰子 还相对来说比较便宜 虽然不大 它十二十年一串 就是东北特色 烤食蛋 这个食蛋应该就是沈阳 或者本西那边的一种做法 不知道是不是整个东北都有 我只是在本西吃过 主要是它这个酱料 确实调的很好 然后整个覆盖了这个食蛋 这一面烤的也很焦 吃到嘴里有那种 蛋白质烤焦的感觉 非常香 这也好吃 锡质烤酸菜 这应该跟烤金针菇的方法差不多 这个酸菜味道没有那么酸 而且吃起来汁水的感觉比较足 就是它有充满的汤汁 感觉就是这个烤烤酱一点 就是因为我们点了很多肉嘛 所以吃这些肉来说 这个相对来说比较解腻 这个还不错 这是锡质烤鱼 是一整条 看起来块还比较大 你尝尝吧 闻着非常香 这个鱼味道也还可以 虽然没有那么经验 但是烤得很烤得非常入味了 而且很嫩 这是这的网红美食 哇 这个烤牛肋骨 然后这个比一下 基本上就是小臂的长度 我的小臂已经很长了 而且上来的时候滋滋冒油很香啊 这个 这先来一口吧 哇 这个东西确实好品 这个肉首先腌制的就非常滤味的 而且嚼起来非常有嚼劲 有点接近于烤的不是很老的这种牛肉干的味道 这个确实好吃 这么吃起来确实很过瘾啊 这个就是我今天来的动力 就是为什么来 为什么从抖音上刷到了就来了 这个是在东北吃过 然后您这是东北人吗 是东北人 你看 我已经验证了 确实是东北老哥开的 刚才你跟老哥确认确实是东北的 这是东北的做法烤牛骨髓 这个在北京很少看到 然后今天看到就来了 看到吗 这个闻着就非常的香 而且非常的嫩 类似于吃果冻的那个口感 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绵软 它是有 它是很脆的那个口感 而且料味道也很香 这个真的好吃 难怪这家店现在已经是网红店了 我觉得这个真的好吃 这个比这个大串要好吃 这个确实值得推荐 这就是我心心念念的烤牛骨髓 这是另外一个推荐 铁架烤鸡翅 闻着是非常香的 就是烤的 有一种烤脂肪的香味 这还不错 先尝一口 哇 这鸡翅有点偏咸了 整体味道还是很好的 但是确实有点过咸了 这个都不给您推荐了 行吧 这是 这是这的特色 叫烤羊排 因为它这个店叫老李囊坑烤羊排 但是我们今天确实没想点 因为首先 这不是我自想吃的 然后老板看我们在这录节目 我觉得我们还说的还挺好 然后就送了我们一会儿 既然送了咱们就尝尝吧 好坏咱们还是十二十多 它就是腌制的比较入味 它跟一般那种方向来不一样 它整个外边这一层 都已经很焦了 就是这个羊排油脂比较多 吃起来比较腻 而且口味比较重 反正东北烧烤一般味道都比较重 所以这个咱这人吃起来稍微点咸 我觉得还是得配个主食啊 或者配个饮料什么的 就应该没问题 但是整个这一根骨子嘛 是羊身上最好的最嫩的地方 味道是最好的 而且它这个酱很香 就是吃完以后在嘴里头是有香味的 唯一就是觉得有点咸 这个呢也还可以 但是并没有特别经典的那种 不像这个牛肉大串跟烤骨髓也好 我那么想吃 如果您来了也可以尝尝 我们已经吃完出来了 点了一大堆 花了311 最后老板还送了一个菜 简单跟您比较下一点吧 最推荐的是这个烤牛骨髓 真的好吃 跟我们在东北吃的味道非常像 然后今天也是因为刷到了这个东西 所以才临时决定来的 因为我们一般都是中午路嘛 这个确实值得推荐 第二个就是这个巨无霸牛肋骨串 跟我小臂一样尝 味道也非常好 但是美中不足吧 稍微有点咸了 其实整体来说还是非常好吃的 还有那个高压锅生蚝 这个也非常值得推荐 但是一锅压出来的嘛 有活有死 活的真的口闭着的那种 真的味道非常的好 芝芝也多生蚝也嫩 然后还很新鲜 不用蘸料 不用蘸料吃 味道就非常好 这三个菜确实值得推荐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期太阳探店 北京探店哪家强 新冠底盘 许太阳 拜拜